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之一 然而一般人因为不解无常的真意 因而深深排拒 甚至感到害怕 其实无常是好的 因为无常自有希望 因为无常自有未来 所谓无常苦空 无常乐有 假如世间一切都是定型的 没有变化的 没有生灭的 老的永远都是老 小的永远都是小 不知道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 所以无常变化就很可贵 当然 无常可以变好 无常也可以变坏 但是变好变坏都是有原因的 无常会令人珍惜生命 无常会令人珍惜拥有 无常会令人珍惜恩怨 无常会令人珍惜关系 看见一朵鲜花蜡蜡蜡蜡蜡蜡蜡 这些都是无常可贵之处 上古时代 帝王专制 人民毫无自由 假如不是无常 而是一成不变 又哪有今天的民主政治呢 过去石器时代 文字未开 人民如无饮血 如果不是无常 而是一成不变 那现在不仍然停留 在文化未启的万方时代 因为无常 因此有才有势的人 也不必太过得意 因为世事无常 财富为五家所共有 名为更加是朝夕万变 甚至身体健康 亦都是生灭无常 如小水如 不值得太过贪汁 反而要以无常为界 应该做的事 要及早承办 无常是宇宙中最自然不过的现象 因此古来多小文人雅士 莫不为文作父 敢误无常 例如仲读瑜伽艳口中的 将军战马金河在 野草闲花满地寿 不禁令人生起无常之感 朗读瑜伽艳口中的风 风消消是液水汗 葬时一去是不浮还 不禁令人生起悲壮牺牲的雄心 无常苦空 虽然是人生实上 但是在无常之中 我们都有一复不变的真心 若能证悟真理 超越无常 就能够在无常之中 找到自己的出路 到时任性逍遥 心安离得 喜不快灾 人间福报 2000年4月9日